之前看到有一个人说红发是时间果实能力者 你怎么看 其实我对时间果实的印象和态度 从光月石第一次 他的那个能力展现的时候 我已经表达过我的态度了 时间果实能力这种比较开挂的能力 他对于海装的剧情来说 不能参与太多 因为太开挂了 你要把时间线这种 它可以线性发展 但你要是让时间果实能力出来改变剧情 像陶日柱那伙从20年前穿越过来 那就对于剧情的破坏力是非常大的 就属于一个也不容易作弊 但就是有一个后门 所以我觉得时间果实 它的重要性 尤其是对于剧情的重要性来说 不能那么大 那说到这里 如果红发这么重要的一个海装人物 是时间果实能力的话 不是开挂 那就有点对于剧情的影响太大了 所以我觉得由于时间果实能力 是一个作弊器 那海装的剧情的话 还是比较扎实的发展的 如果是用时间能力穿越这种方式的话 会变得不可掌控吧 所以从这个层面来说 时间果实的话就不要了吧 红发还是面子果实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 Linda